在《王者荣耀》中,法师是女玩家最经常玩的位置 除了法师之外,辅助最多,接下去就是战士和射手 唯独只有打野这个位置,基本女生玩家都不爱玩 那么为什么女玩家都不愿意玩打野,甚至说是害怕玩打野呢? 本期视频就来给大家讲解一番 原因一,中路法师颜值高,符合女玩家的审美 在峡谷里有一个铁律,那就是女玩家不玩连坡,男玩家不玩真机 女玩家不玩连坡,原因就是连坡建模太丑 因为他们基本全是注重颜值的,就喜欢颜值高的英雄 如貂蝉,小桥,大桥等等 而打野英雄一般都是男性角色 虽说也有不少颜值高的打野英雄,如李白,很细 但是在女生心中,还是更希望男生玩他们 原因二,打野难度和操作都太高 不是说女生打野不厉害,也有部分女生打野很厉害 但是女生普遍的不会打野 在女生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打野到底是怎么玩的 打野要不停地刷野,抓人,被干个时要想办法发育 团战时要想办法切敌方C位 这些都需要比较好的大局观和技术 而中路的压力相对没打野那么大 对技术和走位的要求,没上单和射手高 原因三,玩中单很爽 不得不说玩中单是最爽的 超长的施打距离,超高的爆发伤害 玩得稍好一点,拿人头的感觉真的不要太爽 在王者荣耀,法师的数量是最多的 就像上官网儿这样可以上天的 就像貂蝉这样跳舞的 各种各样不带重复 对于喜欢新鲜感的女生来说,玩中单最快乐 也有很多女生喜欢玩苦助 把射手苦给成爸爸,会很有成就感 但是一旦射手或者中单狠害 就融心态爆炸 觉得玩辅助没有意思,非常憋屈 下一局自己一定要玩中单